車手直接上門 要拿被害人的銀行存折 警方躲在周圍等待時機 等到車手以為成功 三名變異員警 圍上前 驗看逃也逃不掉 車手乖乖配合投降 日前男同一名45歲的郭欣婦人 在臉書上找工作 發信疑似诈騙訊息 向警方報案 婦人表示之前也因為 同樣手法被騙 她在網路上找工作 對方表示必須要交出銀行存折 驗證身份 她交出存折之後 帳戶因此成了警示帳號 為了避免他人再受害 配合警方演戲 約了車手到家 成功讓警方將車手逮捕 根據了解國姓婦人 因為是家庭主婦 所以都會在臉書上面 尋找家庭代工兼職 想多賺一點錢 沒想到這詐騙層出不窮 連存折也成了詐騙集團的目標 警方表示當時為了避免被發現 所以三名員警躲在衣櫃裡 等待時機 他們還部署了五名員警 在屋外成功將車手逮捕後移送罰辦 TVBS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